詹黄决定3为何要来胡人,真实的原因可能只是为了大儿子,当詹姆斯表示因为家庭原因选择洛杉矶胡人队时,一部分人是持怀疑态度的,詹姆斯才33岁,他还有自己的篮球事业和商业梦想,家庭固然重要,但并不意味着需要詹姆斯时刻陪伴,今年夏天的故事回击了质疑,詹姆斯的大儿子已经出路锋芒, 而詹姆斯不仅多次到现场观战,还吸引了三位大人物助阵,昨天,詹姆斯的大儿子布朗尼参加了一项比赛,詹黄不仅自己亲自到场观战,还带来了好朋友保罗,布朗尼已经成为了队里的明星球员,每当他进球现场都会爆发出热烈的掌声,暂停时,保罗主动将布朗尼叫到了身边,对其进行了指导, 而保罗的儿子则和詹姆斯聊得火热,看得出两家人的关系非同一般,同样是在这场比赛中,还有一位大人物,也出现在了观众席,那便是骑士主帅泰伦卢。 虽然不知道他此行的目的,但他无疑也会关注布朗尼的表现,詹姆斯在泰伦卢之后到达球馆,泰伦卢也主动起身和詹姆斯拥抱,相谈甚欢,卢指导和詹姆斯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糟,无论是作为教练还是作为球员他都可以给出建议。 今天,Bolice Life的官方INS上传了一段詹姆斯与维德现场,观看詹姆斯大儿子布朗尼比赛的视频,昨天是保罗和泰伦卢,今天又是维德,连续两天的比赛都有大人物注证。 足见詹姆斯的人缘和布朗尼的天赋,如果顺利进入洛杉矶的篮球高中名校,也许几年后詹姆斯父子,就可以实现同场竞技的梦想了,这样亲力亲为的培养孩子。 詹姆斯也是为了弥补作为父亲的亏欠,他觉得自己有两点对不起孩子,在詹姆斯参加选秀之前,他的女友,也就是现在的妻子萨巴娜发现自己怀孕了, 这个孩子就是布朗尼,当时的萨巴娜并没有开心,而是害怕,不想家人之导也不想影响詹姆斯,小皇帝那时候自己都还是个孩子,加上要打拼事业,难免忽略了对母子俩的照顾,决定三的选择便由此而来,另一点是在给大儿子取名字的问题上,考虑不够周全。 詹姆斯在与人合伙打造的节目的shop,第一集的预告片中表示,我现在仍然后悔给我14岁大的儿子,起名为勒布朗·詹姆斯,而是因为这给他带去了很大的压力,当然,这也是把双刃剑,也可能会促使布朗尼取得更大的成功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